全国工业总会 李监士们一致拍手通过 由现任副理事长苗峰强 接任王文渊请辞后 空缺下来的理事长职务 之前应该他也没有所谓的 因为他一直在国外 他好像是最近才回来 不过他弟弟知道了 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不能说不知道 不知道是太离谱了 但我们是在七澳以后 在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在王文人没有回来之前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选择 跟思考 联华神通集团董事长苗峰强 旗下企业横跨船产食品 以及电子等正多种类 拥有丰富的国际人脉 不过这位工总新长多手 才刚回国正在检疫隔离 没有到现场 而他上任后 空缺的副理事长职务 则将由永丰渝集团创办人 何寿川接替 这位副理事长在公总里面 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那大家讨论的结果 还是重量首规 规见何寿川先生 三零三大停电 导致原本担任理事长的 王文人与秘书长蔡练生 为了新闻稿内容意见不合 不仅王文人无欲谨闪辞 蔡练生事后也自请退休 未来秘书长由谁担任 则交由苗峰墙上任后决定 这场公总内候终于落幕 今天新闻协为王仲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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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却 感谢观看